有请主持人 邱锦铭 好 今天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在这里要特别地 首先地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来参与我们这一期 我们优惠吧的录制 姑娘们辛苦了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即将上场男嘉宾 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我第一不要女孩 第二不要 第二不要女神 第三不要 第三不要女汉子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你不要女孩 不要女神 不要女汉子 摄影师你要吗 我要橡皮行吗 邱老师 来嘛就是要找女孩子的 不要女孩子是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那些特别幼稚的女孩 然后我喜欢比较知性一点的女人 这是归根结底 所以你还是需要女人对不对 对 好 吓我一跳 好 让我们有请Mr.Right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这三岁姑娘登场 加油 来 我们全场亮灯 欢迎王纳宇先生 怎么样 挺漂亮的 有点紧张了 对 紧张了 既然敢站到这个舞台上来 就是要鼓足用气 拿下这一意义 谁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个女生 会是哪一位 好 来 有请Mr.Right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18号 王雨萱 总分78分 外形60 兴趣91 个性是76 18号 王雨萱和王纳宇 二王 你是大王 我是小王 以后得听你管着 乖孩子 听话 最喜欢听话的 必须得压别 Mr.Right 这种匹配的方式 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它就是你没有的 一定要在对方身上 能体现出来 对吧 互补 互补对 如果你是排骨的话 那我愿意做你的五花肉 好 哎呀 谢谢李嘉宾 她的意思就是你太单薄了 但是没有关系 有姐姐在 对 我这排骨 它是猪油 怎么能用猪油来形容人家 那个叫什么来的 姐姐我错了 尽管你话绕不回来 但姐姐懂你 没有关系 好 那记住了18号 王雨萱姐姐 18号 王雨萱 是你理论上最匹配的 好 接下来呢 三水姑娘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对王纳宇的第一眼印象 究竟怎么样 来 请选择 9号 栗珍 你是不喜欢瘦肉型的 我觉得男嘉宾 虽然很幽默 很帅气 但是我觉得他太瘦了 就像麻嘎一样的 好 我害怕如果说是 带回到我们山里面的话 锄头抬不动 梨头抬不动 还得我去抬 站在那个山头上 一阵风吹来 我还得去 抓她 抓她 找不到人了是吧 是的 女嘉宾说得很好 她说我像一个杆 因为我要是一个杆的话了 所以我身边的女孩 就可以扶着我往上爬了 她会越走越好 有我在 她们至少有一个靠杆可以靠着 所以立真你得顺杆爬呀 这颗杆还是留给众姐妹们爬吧 好 我来看看你雨萱姐姐 18号 我相信瘦没有关系 如果你想胖 你找我就对了 姐姐我是干吃不胖行的 没关系 你干吃不胖姐姐替你胖 来 22号李直播 好 低端奢华农村范 谁让你出来的你 说说说说 那农村人就实在你说 来 直播 低眼印象 低眼印象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 因为像我这个高端大气 乡村范 像你这种的小萌男 就比较适合像我这种 郁姐型的是吧 你感觉呢 我觉得香菲特别好 香菲 香村非主流嘛 我一下想到 黄州葛在那儿去了 我说香菲 所以说香菲特别好 刚才你那个选心动的时候 然后那个欣欣就说 肯定是22号那边的 然后我说我就是22号 这给我心跳的老激动了 你选是我吗 你猜 好 既然都还留着灯 有机会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了解男嘉宾在生活当中 究竟是做什么的 来 一起看VCR 大家好 我叫王纳宇 现在是北漂大军中的一员 之前的生活呢 就像植物大战僵尸 那个游戏一样 总有一批又一批的僵尸 向我袭来 我就感觉只有拼命的工作 才是我生活的全部 这种生活让我感到很压抑 别看我今年只有23岁 但是我做过很多 让你想不到的工作 我曾经在过酒吧 还有KTV当过服务员 我还当过DJ师 当过调酒师 当过果盘师 我跟他分手就行 跟他分手 在一个女人 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才放弃我理想的生活 去拼命地工作 其实这种生活 并不是我想要的 跟他分手之后呢 我就感觉自己 像个愤怒小鸟一样 拼命地给自己释放出去 有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城市 第二天我背起双肩包我就去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 跟剧组拍拍戏 拍完戏之后背起我的双肩包 去到处旅游 看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具备一个 再接受一段新的恋情的资格 可能我都有一些洁癖吧 我这个洁癖和其他人 有些不太一样 因为我的洁癖是口腔洁癖 就连所有人都觉得 特别特别美好的初吻 我也是在呕吐当中度过的 当他走的那一刻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翻江倒海了我的胃 以后我再也没有找过 喜欢我的女孩 因为我找我喜欢的女孩的话 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如果你能治好我的口腔洁癖 我们约会吧 怎么 我能问一下吗 这个初恋女友 她是没刷牙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 她特别的干净 因为我真是从小养成一种习惯 然后我父母就是用过的杯子 如果他用我的杯子喝口水了 我小时候就会 这个杯子我就不用了 人家都说这个初吻 都像吃了什么糖一样那种感觉 我真吃饱了 是不是 你这个倒是反过来的 你看十五号王一节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因为刚刚你说三不要嘛 不要女孩 女汉子 女神 对 我都不符合 我是文语女青年 对 我一开始特别有信心 但是后来你VCR一出来 你有病 有洁癖 而且还是口腔洁癖 我这个真的是 但是有点受不了 讲卫生也挺好的 他这个好像不是讲卫生 是有病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其实我在一开始 听到你有这么畸形的洁癖之后呢 我整个肾上线激素就上来了 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有挑战性 我想知道你看到我肾上线激素 有稍微的上涨一些吗 我后背有冷汗算吗 我有点 被女汉子吓到了是吧 我接受不了这么直白的 如果你要是每次都这么直白的话了 你就吐了是吧 我作为一个男孩天天在那儿 来 给爷爷笑一个 笑一个 过分主动也受不了啊 好 17号 高梦路灭灯理由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刚刚看到VCR里 你说过一句就是你为了生活 然后放弃了你的理想 这点我不太喜欢 我觉得你既然选择了北漂 就应该努力地为着你的理想 这样奋斗下去 你说得很对 但我不是为了生存 才放弃我的理想呢 我是为了我当时女朋友 因为我想给她一种更好的生活条件 然后所以说 当这段恋情结束之后了 我才开始追求我现在所选择的专业 就舞台表演是一直我都喜欢的 这个梦想我一直没有放弃过 23号米桥 没等理由 男嘉宾 你说你是学艺人士表演的对吗 对对 我也是学这些的 其实学艺人表演的挺苦的对吧 因为每天要跑足 要递资料什么的 我可能在三四年前的时候 我就已经去跑足了 那种生活我已经过去了 我虽然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想要一个是踏实的生活 对 就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 对 所以希望男嘉宾 就不愿意再去吃那一份苦了 对 要找一个人 可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稍微的 虽然是平淡 但是也不要吃那么多苦 对对对 好 所以男嘉宾加油 加油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就追踪到 大考文的一个环节 这样的一个好单帮 一个一个码头去跑的人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女朋友 帮助到那个幸福的男人 为什么还留不住女朋友的心呢 好 来 我们有请Mr.Roy 大考文 考文开始 Mr.Roy 听说你是个机器人是吧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好吧 给你个机会 你相信爱情吗 当然相信 难道你不相信爱情吗 我觉得我现在不敢轻易谈恋爱了 因为我发现女孩恋爱前后的区别很大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你是受过情伤吗 是受过一段 但是我认为 疗伤的最好的方式是 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在温柔里疗伤 它肯定不会流下伤疤 你觉得呢 好吧 好吧 我考文不下去了 你完胜了 谢谢 你跟一个机器人去计较这些东西 应该他懂得很多嘛 然后我就想请教一下 然后下次我有经验了 就是我问问你 Mr.Roy 都是理论上的高手 生活当中 要全按照这个兵书上的走的话 你处处打败仗 你要学会见人下菜单 是吧 随机应变 好的 好 好 你能给他解释清楚吗 为什么 跟一个女孩子相处的时候 他会特别地懂事理 一旦确定了 你是他女朋友的时候 就可以四处地撒娇啊 就开始任性了 对 其实任性说耍小批 不是说就是我真的想跟你吵架 我怎样 就是想让你哄我 想让你在乎我 他就想要有那个安全感 你谈过几次脸 三次 三次 好巧 我也是 我今天欠缺经验 欠缺经验 你听听人家王雨轩的啊 你能解释清楚吗 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跟一个女生脆立关系之前 他有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就是他有的是一片森林供他去选 但他一定决定 这个男人我认定了 我跟他在一起 我只有你这么一棵树 那你跟他在一起之后 你为什么不能让他就是 就任性也好 发脾气也好 因为他为了你放弃了整片森林 我都吊死在一棵树上了 你还要怎样 对 就是说我对你更好 可以 没有问题 本来找你 我就要对你更好 对 但是你不能任性吧 女孩子任性 她的心理起因究竟是什么 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展示给外人面前 一定是我那个最高傲 最温柔 最体贴 最懂事的 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所以我才愿意把我自私 任性小皮特的那一面 展现给他 最真实的那一面 对 就跟了最亲的一个男人之后 对 反正这个老娘都是你的了 我还有什么 不可以跟你撒撒娇的 是 我之所以愿意这样 是因为我信任你 你能带给我安全感 那才是真正的爱你 你明白了吗 谢谢蔡老师 来 然后男嘉宾 我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刚才说治疗一段恋爱 最好的方式就是 开始一段新的恋爱 是吧 对 那你是拿每一段新的恋情 当做一个创口贴吗 以前算 以前算 这点我承认 疼不疼只有自己知道 但是外表上 你看不到伤口 然后但是经过 我一年多吧 然后没有恋爱 我突然发现了就是 我是错的 因为如果这么的话 你还会耿耿于怀前面那段恋情 但你看到下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就感觉不到那种爱情在里面了 只不过就是在一起 来说我抚平伤口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现在要找的是一个 踏踏实实的 而且我相信我现在也已经 思想上已经很成熟了 就是这样 对 现在的观点比较认同 就珍惜每段恋情的 谢谢你 好 来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选择 留灯的姑娘们 请选择 来吧 好 好 好